其實像我們在剪柚子的時候,我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把它剪掉 其實一個原因就是說,它的這個負荷其實已經很重了 你可以看到柚子這麼重 然後它這個枝芽已經被柚子給往下垂了 那這個枝芽你不把它這樣剪掉的時候 來年它只會長得更加往往往往 所以 在收獲柚子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捨得